近1月2号 新闻联播披露了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的最新画面后 央视军事又公开了福建舰的侧面全身照 时隔整整一个月 福建舰再次公开亮相 有哪些新进展 与此前的正面照相比 从侧面照又能观察出哪些重要信息 来看报道 2月3号 央视军事发布了福建舰侧面全身照的视频 在当天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军情时间道栏目中 不仅展示了福建舰的这张侧面照 还详细解读了舰上的新变化 从福建舰最新的画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电磁弹射轨道上的遮挡撤掉了 而且舰尾还停放了一架机翼折起的舰载机的模型 那从这些细节上可以看出福建舰的细薄试验进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可以说完全是全新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能够达到在细薄试验 这样一个过程中完全正常的推进 说明我们前期的工作很插实 或者是说我们后面要进行的这种出海的海事 也可以说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福建舰的最新视频虽然只有短短三秒钟 但一经播出就引发外界非常高的关注度 迅速登上热搜榜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指出 美国福特号航母有高耸的桅杆 装有雷达 感测装置等各类电子系统与天线 而福建舰的一体式桅杆 则将这些设备大部分包覆在灰色复合材料舰导结构内 当内媒体同样关注到这一点 台海军前舰长黄振辉在一档节目中指出 只要造过舰的人都知道 福建舰采用的这项技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个图 福特号 你看它上面的那个甲板 那个淋淋辣辣的 有枝节啦 学这些战斗系统的舰团设计就会知道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EMI EMC 就是电磁干扰 两个东西你摆在一起 它逼直接会干扰的 我不要说两个装备 是的 连底下你通过一个别的装备的天线都可能有问题 对 所以在所有舰团设计的时候 如果你想来靠近 技术是难的 拉开 技术是简单的 所以你看那个美国的神钻 每个都拉得很开 对 整个架子架这样 当它整个拢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的技术 不是说你想象的时候 我把它装在一起就行的 观察指出 相比此前的正面罩 福建舰最新公开的侧面罩视角更广 能够观察到的细节更加多元 包括电子弹射器 舰导雷达等甲板设施 以及左右线两侧的武器系统 航母的所载的这种武器装备 最主要都是一种自卫型的 不管是它的导弹也好 还是的火炮也好 通常都是作为本舰或者成为单舰防御的设备 至于说舰上的雷达装置 我们能看到的相对来讲就应该少很多了 除了一些导航雷达之外 那么像大型的比方向空阵雷达 或者是说其他的对空警戒雷达 对空引导雷达 就很难用肉眼直观的看到 特别是一体化的棕头皮杆 侧面看到我们的福建舰非常整洁非常干净 这样的表明了它的各种设施 它的兼容性安排的非常好的 整个甲板不只是非常科学合理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已经完成了它的各项准备条件 下一步就等待它出航了 福建舰型号18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 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艘弹射型航母 福建舰自2022年6月下水以来的 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目前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的航母 使用了电磁弹射器 实际为师注意到 福建舰上一次公开画面 是在今年1月2号的央视新闻联播 报道中介绍 解放军全军官兵聚力备战打仗 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团结奋斗 福建舰在这段报道视频中亮相 三条电磁弹射器 已经被刷上了黄白色涂装 而配重小车所在的甲板位置 有一条非常显眼的黑色痕迹 证明福建舰此次试航前 进行了多次电磁弹射试验 甲板上的黑色痕迹 应该是配重小车 测试电磁弹射器时留下的污迹 它今天弹射器已经装好了以后 甲板基本还是出一个平面 从外观看 应该是看不出个所以然出来 但实际上 这表明了 它的整个的弹射器 已经安装完毕 调试完毕 准备迎接下一步海事 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任务了 此外 福建舰甲板尾不停放的一架 全尺寸舰载机也引发诸多猜测 实际上 这是一架机翼折起的舰载机模型 又分析指出 正常情况下 航母细部试验阶段 是不会进行舰载机起降测试 这项测试 要等到稍后的海事阶段才能开展 从曝光的配重小车弹射视频来看 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 调试工作已经趋于稳定 相信不久后的舰载机起降 也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在这个画面中出现 是要弹射这架飞机吗 不是的 它现在在这个阶段 是要测试舰载机 在升降机上一次能停放几架 我的这个运载的速度是多少 然后到了界面上的时候 我机翼展开之后 在这个航母上又有起又有降 还有摆放 还有加油加气的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调度这些飞机 能够调度多少飞机 什么样的机型 它必须要用这种飞机的模型 来做预先的这种摆放或者测试 福建舰什么时候进行海事 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去年11月30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透露 福建舰已开始对其电磁弹射系统进行 静载发射测试 为近期将要进行的海事做准备 一般来说 航母的建造过程分为几个重要节点 分别是立项 开工 下水 西装 细泊 海事 其中细泊试验是在海事之前的重要步骤 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就是电磁弹射系统的静载试验 旨在检查船体 动力装置 机械设备 电械设备及各种装备的制造 安装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以便对不符合要求的地方重新调整 使航母具备试航条件 西補试验完成后的下一阶段测试就是海事 包括测试航母的动力 导航 电子设备 雷达 武器等系统 那么现在我们看的主要是相配套的 其他的试验条件具备不具备 比方说我们讲了各种电子通信设备 比方说各种观察通信设备 甚至我们讲舰载机的保障和使用设备 这些东西如果都符合条件了 那么它马上就可以进行海事 福建舰在一个月内两次曝光 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美国动力网站认为 近期的西部试验不仅表明 福建舰即将开启海事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向着最早在2025年 交付第三艘航母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国航母战力提升迅速 去年11月 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证实了山东舰 首次在完成远海长航后并未返回驻地 反而进入台湾海峡 继续执行绕台航讯的消息 分析认为山东舰从西太平洋到南海 没有修整 直接过航台湾海峡北上 这表明 山东舰可以在任意地点 来彰显其战斗力和保障力 未来 解放军拥有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后 可以进一步积累 多航母战斗群配合使用的经验 除三艘航母外 解放军还有八艘万吨级新型驱逐舰官宣入列 万吨大驱又被称为是航母的带刀护卫 今年1月 中宣部正式授予万吨级新型驱逐舰首舰 海军南昌舰党委时代凯模称号 现在05大型这种万吨大驱和航母来讲 它们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搭配 可以达到这种所谓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因为我们都知道航母是个大型的武器平台 最主要是输送舰载机 夺取海战场的制空权 对敌方的陆岸发动空中打击 那么相反 我们讲大型的常规水面作战舰兵 它最主要使用的就是这种精确制导武器 导弹 远程的这种反潜于雷 而这也是航母所不具备的 除此之外 我们讲055型的这种万吨大驱 它还可以担负指挥舰的任务 因为毕竟航空母舰 有的时候不太适宜前出 离敌方的威胁区特别近的区域 一个月前 西温联播首次公开了福建舰的正面全身照 时隔一个月央视最新画面又出现了福建舰的侧面全身照 那么在您看来福建舰的全身照 两次公开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从画面情况来分析 福建舰全身侧面照和一个月前的全身正面照 应该都是在福建舰在拖船帮助下 重新入屋的过程中拍摄的 也就是说这两张照片属于同期的不同角度 就观察福建舰来讲呢 角度越多 所展示的细节呢 也就越多嘛 以电磁弹射器为例 之前的正面照 我们可以看到福建舰的三条电子弹射器滑道 在飞行甲板上的布局已经艰巨 但它们到底有多长 就没有太多的直观感受了 而现在公开的侧面全身照 尽管还不是90度的正横角度 但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 哇 福建舰的弹射器滑道原来这么长啊 这也意味着福建舰能够弹射起飞 重量很大的舰载机 再看舰岛 之前的正面照呢 看不到舰岛更多的情况 比如舰岛尺寸到底有多大 舰岛上有没有烟囱 而现在的侧面全身照呢 一下子把这些疑问解答了 也就是福建舰的舰岛尺寸 比辽宁舰和山东舰要小得多 这样设计呢 是为了尽可能增加飞行甲板的可用面积 而且呢 福建舰的舰岛上是有烟囱的 说明福建舰采用的是常规动力 升降机方面 之前的正面全身照呢 只能看到福建舰的舰岛前面 有一部升降机 但看不出升降机与舰岛之间的距离 升降机的尺寸大小等情况 而现在的侧面全身照呢 则清晰的显示福建舰的舰岛前后 各有一部升降机 而且升降机的宽度尺寸很大 表明升降机提升舰岛机的能力很强 所以呢 仅仅是照片角度变了一下 传递出的福建舰信息呢 却显著增加 而这些新的信息又让我们对这艘超级巨舰 更加感到自豪 因为有了这么先进而强大的超级航母 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外利益 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又将大幅提升 那您刚刚也提到 福建舰的侧面全身照 应该是和之前的正面全身照 同一时间拍摄的 那您觉得为什么是 现在这个时间点再度公开呢 我觉得现在公开第二张角度不同的 福建舰全身照 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传递出福建舰距离海事日期越来越近 同时还能兼顾保密性 上次公开福建舰正面全身照的时候 正值福建舰离开汽泊码头 进入船屋的过程 在船屋里要完成最后的工序 包括甲板上画各种标志线 清理船底等等 如今又过去了一个月 福建舰在屋内的工作进度 肯定进展很大 然而屋内的照片是不能公开的 因为这关系到福建舰的很多重要机密 所以放一张之前拍摄的 福建舰侧面全身照 既能提示福建舰的进度条又向前了 同时还能展示福建舰的更多细节 但又不会泄露福建舰的重要机密 可以说是比较完美的做法 其次马上就是甲晨年的春节 这个时候公开一下福建舰的新照片 明显能给新春增光天彩 给全国人民提气 让全国人民更深刻的感受到 我国在国防现代化方面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三是目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 是比较严峻的 现在公开福建舰的新照片 也是在警告那些试图搞事的 萧小之辈 一切想阻挡中国实现完全统一 阻挡中国前进步伐的行为 都是徒劳的 都会被中国的铁拳粉碎 在福建舰侧面全身罩上 可以看到后甲板停放着一架 折叠翼舰载战斗机 那您觉得这说明什么情况 在您看来 福建舰将来搭载的舰载机 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架折叠翼舰载战斗机 被调放到福建舰的飞行甲板上 主要是用来实地测试 福建舰飞行甲板 如何摆放舰载机 升降机将舰载机 在甲板与机库之间进行转运 机库内如何停放舰载机 等诸多情况 舰载机之所以要折叠机翼 是为了减小在航母飞行甲板上 机库里的占用面积 最终目的是增加航母携带数量 毕竟航母的拳头就是舰载机 所以航母搭载的舰载机数量越多 航母的攻防作战能力就越强 福建舰将来能搭载的舰载机数量和种类 都将明显超过中国海军现役的辽宁舰和山东舰 一是福建舰尺寸和排斥量更大 二是福建舰采用的带斜角甲板的平直甲板设计 三是福建舰采用了电子弹射器 尤其是辽宁舰和山东舰难以搭载的 固定翼舰载预警机 未来将是福建舰搭载的重要机种 这样将会让福建舰的态式感知能力 得到飞跃性的提升 在福建舰之前公开的正面全身照 和现在公开的侧面全身照上 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手部飞行甲板上有密布的小白点 这实际上是飞行甲板上的飞机机流孔 用于在飞行甲板上固定舰载机的 航母搭载的舰载机 只有在飞行甲板上停放的才能快速出动 所以通常衡量航母战斗力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全甲板攻击能力 也就是飞行甲板上停放的舰载机数量越多 全甲板攻击能力越强 弹射型航母的一大优势 就是飞行甲板上能够停放的舰载机数量多 因为其平直的舰手甲板 通常也可以用来停放舰载机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航母在航行过程中会受到海浪的影响 产生晃动 为了避免舰载机相互之间发生碰撞 甚至滑落海中 设计师就专门在航母的飞行甲板上 设计了飞机机流孔用来固定舰载机 飞机机流孔装置呢 可用于安装毛链或者绳索 确保飞机固定在甲板上 还有必要强调一下 就是大家通过小白点 在福建舰上的布置范围和密集程度 能够看出福建舰的飞行甲板 在舰载机部署方面不仅数量多 而且十分灵活 这也显示出福建舰能够根据具体的作战任务 去安排舰载机的位置 提高舰载机的出动效率 增加出动架次 据中国海警消息 2月2号 飞方一艘小型民船 对其非法坐摊仁爱教军舰运送生活物资 中国海警全程跟肩管控 在跟肩过程中 中国海警表现克制 依法依规 对飞方补给船进行提醒喊话 与上一次一样 中方这次也公布了行动画面 以正式听 根据中方公布的画面 2号7点1分 琼三鲨鱼 00118号和5203舰 对飞运捕编队实行了跟肩 拍摄的照片显示 飞海警4409船后甲板 聚集大量人员 十几分钟后 5203舰向飞海警4409船 通报转向意图 随后5203舰取证员 依规取证 在飞海警4409船 进入仁爱礁六海里警戒线后 5203舰一案向飞海警船喊话 在飞运捕船进入仁爱礁细湖 及靠谱非法坐摊仁爱礁军舰期间 中文海警5203舰对飞运捕实施了监视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指出 尽管此次遇到了中国的5203号海警船 但后者并未对菲律宾船舶执行任何阻截措施 整个过程属于顺畅 一个观察认为 这种顺畅显示出中方对飞方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例如食物 淡水和药品并无阻碍的一贯立场 飞方只要按照约定向中方通报即可 事实上 中方多次强调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对飞方人员所需的生活物资有特殊安排 那对中方没有阻拦 或者中方给予的善意的客属安排 飞方这计不提 那所以在飞方这样操作之后 最近就是中方才把最新的情况公布出来说 希望菲律宾能够感受到中方的这个善意 在南海岛礁这方面不要再继续操作 对中方所表现的这种诚意 就是菲律宾在完成补济机后 完全得理不劳人 反而不断认说 没有跟中方有任何的协商 也没有做客属的安排 然后还夸大提提提提提提说 他们现在对肉摊的经验进行补给 用这个空头的方式 同日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举办龙年新春招待会 驻菲大使黄熙连在致死中表示 当前中非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双方应相向而行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推动中非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非是一一带水的禁令 应以友好协商方式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不应让海上分歧成为两国关系的全部 值得注意的是 菲律宾军队近期又抛出购买首艘潜水艇的计划 据悉 根据该国总统马克思批准的军队 现代化建设第三阶段计划 将从内部防御向外部防御转变 寻求提高在南海的军事能力 非军方还透露 法国 韩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 都有兴趣向非方出售潜艇 而菲律宾将购买的潜艇绝对不止一艘 不过 购买潜艇的计划 遭到开国国内舆论的质疑 因为目前 菲律宾海军的主力战舰是美国退役的二手货 想一口气花大价钱建立潜艇部队的技术难度很大 也改变不了军事实力的对比态势 又观察指出 马克思思举更多考虑的是 想制造第一艘潜艇的舆论效应 不过 也不排除是要将其用于与美军协同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 美军去年以来 加大与飞军的军事勾连 拉拢域外国家过来演习的小动作 本月初 美国和日本海军就在菲律宾海举行了联合演习 投入了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约12艘美国军舰 宣称是要向中国接朝鲜秀鸡肉 我们从这些事件抽稀薄理来看 那就是菲律宾之所以在南海跟中飞 最近来这么激烈 而且不断地采取这个挑戏的手段 等等嘛 以菲律宾本身的实力 它没有这样的实力来跟中国 进行这么大的较量 所以很显然这些背后是有某方在替菲律宾拱火 包括无论从五角大厦或者驻飞美国大使馆 就不断地会发声来激起菲律宾在南海的周围 那在其他方面嘛 比如说对于这个人爱 对于人爱交纏贪的这个金件的补给的荒劣 以及一些凑息 据说都有美国的这个专业人才在背后击倒 美军近期也被曝光 无价大楼将从应对中国威胁的 所谓太平洋威慑倡议预算中拨款 对菲律宾巴萨空军基地进行重大升级改造 2024彩年 这一倡议获得了91亿美元的预算 根据预算文件 美军将在基地内远离菲律宾空军设施的地方 打造一个可停放20架战机的过渡性停机品 以及相应的物资仓库 供水和消防设施 去年 美菲共同出资翻新了巴萨基地的跑道 获得了美方6600万美元的拨款 实力卫视注意到 马克思表示 该国的军事要从内部防御向外部防御转变 这是因为该国国内矛盾复杂 枪支滥用 导致地方武装势力难以压制 冲突不断 以菲律宾第二大岛 绵兰老岛举例 当地冲突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仅2023年1月至7月 绵兰老岛便发生了至少200起枪击事件 此前 杜特尔特总统任期内 解决当地矛盾的思路是发展经济 具体来说 就是融入东盟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计划 引进了多项基础设施项目 包括发电厂 铁路 达沃河桥梁等 但在马克思上台后 这些继绵兰老岛人民之所及的项目被搁置 菲律宾有很多有戏机器 包括一些地方官员 也非常担忧 菲律宾现在不断地跟中国在南海 浪成这样紧张的气氛 不利于菲律宾牺手外积 特别是吸取中国的基金 来振兴菲律宾的经济 那对这方面嘛 其实商界还有工商界 以及政府层面已经有很多声音了 目前菲律宾国内最大的新闻是 现任总统马克思与前总统杜特特 已经公开撕破脸 在1月28号的公开集会上 杜特特炮轰 马克思是个隐君子 曾被执法部门 列入疑似吸毒者的名单 马克思则反过来指控杜特特吸毒 并说他的判断力 受到了阿片类药物芬泰尼的影响 杜特特和马克思的口角之争 引发多家外媒关注 路德士称 这起事件让两人传闻已久的分裂 开始公开化 美联社也称 杜特特的女儿萨拉·杜特特 曾是马克思的竞选搭档 但赢下大选近两年后 他们的团结团队已经破裂 伯伯社的报道则指出 去年以来 随着马克思的议会盟友 就机密资金问题 向萨拉·杜特特发难 再加上 马克思一改杜特特政府 持续的政策 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两人的裂痕不断加深 小马克思 之所以能够上台 是因为取得了杜特尔特家族的基旗 所以在去年的菲律宾大选 他才当上总统的 其实上 因为杜特尔特过去六年 在菲律宾 执政的成果 有利于菲律宾的民生 跟各方面的发展 让菲律宾百姓有感 那刚好杜特尔特过去是亲中的 所以这次小马克思利用美国 要遏制中国 截取 有需要菲律宾这个地人政绩 的这样一个主用 那这就借助美国的力量 透过打压抗中 透过抗中以及打压 菲律宾国内的侵华派 以企图来压制杜特尔特家族 在菲律宾的这个政绩的影响力 人气颇高的韩国瑜 成为民进党的眼中钉肉中刺 民进党方面炒作称 韩国瑜上班第一天没有去做班 但当天秘书处早已公事 没有会议安排 没有议事日程的时候 恰恰是民代与社会沟通联络的时机 民进党装傻却被提报 他们自己的民代也没有去上班 而是跑去高雄发春联 此外当年蔡英文宣誓就任后 曾15天没有公开露面的历史 也被岛内媒体挖出来 民进党双标并一再发作 折射出黑韩产业链选途重来 岛内媒体报道 韩国瑜当选台立法机构负责人后 2号上岗首日 被民进党方面炮轰 没上班 甚至还指责他偷懒 第一天就撬班 对此 国民党民代罗志强三号 在脸书发文表示 2号根本没有会议安排 不等于没有上班 立法机构负责人工作 涵盖面广 黑韩产业链要黑韩不意外 但有点水平好不好 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 李博弈更是反问 2号当天 在高雄跑了5个市场 发春联的民进党籍 民代黄姐 请问你本人有没有去上班 3号韩国瑜方面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在宣誓就职后 在新会期开疫前 各民代办公室都还在整修 韩国瑜说 他接下立法机构负责人重担后 这几天除了在外私下拜会外 还花了很多时间与朋友洽谈 很高兴 顺利密得几位合适的帮手 韩国瑜还不点名 喊话民进党称 乌烟瘴气的政治口水 与漫天的不时互批攻击 绝被人民所乐见 期盼大家多存一份善意及包容 韩国瑜所说 密得好帮手指的是 向立法机构前副秘书长 周万来伸出橄榄枝 邀请周担任立法机构秘书长 台湾联合报纸 韩国瑜是在1号宣誓就职后 紧急找到前任立法机构负责人 王金平咨询 王金平推荐了 有立法机构活四点之称的周万来 如果消息官宣 这将打破过去 立法机构秘书长 几乎是由卸任民代担任的惯例 周万来现年72岁 公职生涯大多都在立法机构任职 历经议事组科长及主任 议事处处长 顾问及副秘书长等职务 对于立法机构的运作 以及相关法规十分熟悉 直到2014年 台湾内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提名周万来担任考试机构的委员 周才离开 他服务了30多年的立法机构 台湾称 周万来获得韩国瑜青睐的关键原因 在于周府和韩开出的超越党派条件 加上当前 台立法机构内三党军不过半 未来行政立法机构间的攻防势必激烈 更需要一位最熟悉意识规则的能守相助 在此背景下 周万来是担任秘书长的绝佳人选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对于韩国瑜的选择也表示认可 韩国瑜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 周万来 他对立法的嫌熟 以及他的了解 最适当的人选 台湾退役少将立正截止 周万来因是公务员出身 无党派背景 可以很好的协调蓝绿白三方 最重要的是 作为立法机构活思点的他 也可以在技术上对年轻民代欲支持 秘书长这种角色 本来就是幕后的一个工作的角色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可以公平公正的来处理各项争议的问题 实际上 韩国瑜作为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的 处女秀将于5号下午登场 他将主持首次协商 讨论新会期开议事宜 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干事长 吴四瑶泽酸溜溜的对媒体说 期待韩国瑜能够准时上攻 韩国瑜胜选后 曾表示要推动立法机构团结 并要开启改革措施 被党内舆论认为是韩风来了 同时也对他主持议事 发挥协调功能的角色十分关注 但很显然 民进党急于给韩国瑜使绊子 其方法之一 除了攻击韩国瑜 还包括挑拨菲律阵营内部关系 例如日前 岛内有媒体就放出一则 明显是民进党爆料的消息 称柯文哲领导的民众党 正在与民进党进行密室协商 还有消息称 双方在台立法机构 政府负责人选举投票之前 就已经私下勾兑 还有绿营人士宣称 投票前一晚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打给绿营一屑大佬 立足白绿河 希望民进党能将立法机构 负责人的票投给黄珊珊 民众党方面 则将负负责人的票 投给民进党的蔡其昌 对于这项爆料 柯文哲怒哄民进党 是满嘴谎言的政党 甚至气到拍桌子 他仰言 大家如果都要耍音的 就法院见 民进党方面 也态度蛮横的反映一口称 是柯文哲制造话题引人关注 全局都已经结束了 柯文哲主席实在没有必要 出来再放话 然后再编一些故事 对于民进党的抹黑 柯文哲三号再次喊话称 民进党不要总是兴风作浪 引起社会不安 民进党自己要叫他 再去放话干 他们就是这样 当然就是这样 不能负责 你不要赌博赢了赞得给你 还要讲一大堆 为什么老是要让兴风作浪 让这个社会不安 我觉得没有必要 坦白讲这件事情 我们怕民进党自己要去检讨一下 他的党的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千绿的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 吴子佳质疑相关传闻 他表示 柯文哲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为何要通过第三个人传话 但这起风波毫无疑问 让被称为关键少数的民众党 目前处于被放在火上烤的状态 如果今天民进党根本没有公开这些过程的话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民众党会主动告诉我们说 中间很多人来瞧 谁来瞧谁来瞧 民众党会告诉你这件事情吗 根本不会 所以民众党过去告诉我们的公开透明 根本就是骗人的嘛 事实上柯P现在就是跟你讲说 那不是我提的啦 柯P如果承认那个是他提的 他会被政界笑死 他会被政界笑死 就说你怎么又制成这样 相信三仓位是有可能的嘛 你是蛇吞象太贪心了 那民进党那些人通通都不能承认 你承认的等于是 谁提出来的 等于是要背叛游锡坤 那罪名很大 所以现在就变成 哇 事情闹大了 来关注中东局势 巴以军事冲突的外溢效应仍在继续 当地是近2月3号晚 美英联军对野门胡赛武装控制地区的 13个地点 36个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 这是美英两国军队在该地区展开的 第三轮联合打击行动 对此 胡赛武装高级官员回应称 该组织将以升级来应对升级 外溢效应急剧恶化 对正在进行停火谈判的巴以局势 有何影响 每次袭击都导致一些航运企业停航 经济损失有多大 来看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声明称 3号晚11点30分左右 美军联合英军在澳大利亚 巴林 加拿大 丹麦 荷兰和新西兰 联合部队等支支下 对胡赛武装控制地区的13个地点的 36个目标进行了袭击 目标包括多个地下储存设施 指挥和控制系统 导弹系统 无人机储存和操作场所 雷达和直升机 作为打击行动的一部分 美国海军格雷夫利号和卡尼号驱逐舰 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部署在红海海域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放飞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执行打击任务 刚刚接受完治疗 返港不久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发声明 此次空袭目的在于 削弱胡赛武装对过往商船 进行鲁莽和非法袭击的能力 胡赛武装高级官员穆罕默德 阿尔布海地 则强运回应称 该组织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直到以色列结束针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胡赛武装还发布视频 展示了武装人员实弹军事演习的场景 其间还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打击覆盖由美国和以色列国旗覆盖的军事目标 那么美国这一次对于 也门的这样的打击的话 主要的目标还是针对胡赛武装的一些 导弹的发射基地 以及它的无人机设施 还有它的雷达 等这样的一些发动精准和远程打击的 这样的一些军事设施 而仍然在避免对于胡赛武装的有声力量 特别是胡赛武装的领导层 造成相关的这样的伤害 那么这样的做法 实际上也是一方面想要再打击胡赛的 这样的一个发动军事行动的能力 但同时又不希望局势完全的失控 值得注意的是 与美军一同行动的英军的态度 英国防长沙普斯同日也发声明宣称 新一轮打击不是升级行为 据悉 这是本轮冲突以来 美英联军针对胡赛武装的第三次大规模联合打击 也是本月的第二次打击 该系列军事行动被命名为波赛东弓箭手 胡赛武装方面表示 美英联军袭击了野门多个省份 其中包括首都萨纳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与英国联合行动 美军在过去几周 还单独执行了十几次对胡赛武装的空袭 两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在本周早些时候 为新一轮空袭开了绿灯 其中一名官员称 美国不希望局势升级 则子袭击与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 采取的报复措施是分开的 只与目前在红海保护美国船只 和国际商船的行动有关 相关声明还特别提到了 英国马林罗安达号邮轮 1月26号晚预袭起火一事 对于美英大规模袭击 也门境内的胡赛武装目标 伊朗表示反对 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 本次起起之前 当地时间3号早些时候 伊朗外交部长阿普多拉西洋 向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 格伦·德贝里表示 美国最新在中东地区发动的 一系列袭击使得地区局势复杂化 并使在该地区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变得困难 阿普多拉西洋强调 美国的袭击是该国通过武力 和军国主义解决问题的 错误和失败方法的延续 中方一直反对 导致红海航运危机扩大的行动 外交部藩人汪文斌指出 红海水域是重要的 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 中方一开始就为缓解 红海紧张局势 做出了积极努力 呼吁停止袭扰民用船只的行为 敦促有关方面 避免给红海紧张局势 获上交友 依法共同维护好 红海水域的航道安全 本轮半夜冲突发生后不久 支持巴勒斯坦的野门胡塞武装 就宣布将袭击 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商船 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航运巨头马斯基等企业 多次宣布暂停航经红海 观察指出 改道后的商船 要绕行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 导致航运成本激增 还有机构测算 这导致的物流损失 与新冠疫情 全球大流行出现的状况差不多 将推升欧洲通胀 那么对抗升级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进而会使得这样的一个地区局势 变得更加的复杂多变 而野门胡塞武装的 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的目标 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难以预测 也正因为如此 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 都会进入到一个 进一步下滑的状态下 许多航运企业 包括丹麦马士基航运集团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 地中海邮轮公司等 都宣布大幅上调运费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此前宣布 以2024年1月1号为基准 自1月15号起 将从亚洲到地中海地区的集装箱 运费上调最多100% 其中涨幅最大的是 40英尺标准集装箱 运费从3000美元提高到6000美元 然而 本轮美英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后 由于担心后者报复 该公司决定停止使用 鸿海素衣室运河航线 鸿海局势持续动荡 加大全球多地的食品供应链风险 与同样受到鸿海局势影响的天然气 石油和矿物运输不同的是 食物运输对运输时间要求更高 运输路线舍尽求远 不但会导致运费成本大涨 更会出现食品变质的风险 彭博社1月19号就撰文称 这条绕行航线的航程 不仅延长7到10天 而且要经过政治夏季的南半球 这对异服食品的运输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报道称 一些生鲜食品已经开始腐败 而一些活动物目前被闷在船上 开始死亡 并可能发生动物疫情 导致更多的死亡 在对伊拉克及叙利亚境内目标 发动远程大规模轰炸后 美军周六再与英军 对野门胡散武装密集攻击 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吗 好的主持人 那么中东世界这个周末 可以说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了 美英军方对胡赛武装的新一轮的打击 主要集中在野门北部地区 美英联军各自声明发布 两军攻击了胡赛控制区13D 36个打击目标 主要是以战机发射精确制导的战斧巡航导弹 打击对象包括地下军火库 导弹系统及发射装置 空防系统与雷达等等 那么这是美英联军对胡赛武装发动军事打击 三周多以来规模和强度都是相当大的一次 仅次于上月13日的第一波的攻击 值得关注的是 美方有立民官员特别强调 说这一次联合打击除了美英直接上阵 还有澳大利亚 巴林 丹麦 加拿大 荷兰以及新西兰等六个国家 提供了情报与后勤的支持 当然了媒体也都在强调 这是美军对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境内伊朗代理人所谓的军事组织目标 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攻击之后不到24个小时再度出手 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就称 最新一波的精确打击 意在全面削弱摧毁胡赛武装 威胁全球贸易以及五股海员生命的能力 但是从真实打击的效果来评估 现阶段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可以说难如登天 胡赛武装的政治领导人叫阿布海提 他已经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 警告以升级来对抗升级 在加沙军事行动终止之前 胡赛武装针对优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军事行动不会停 美军中午大规模攻击 续衣境内目标的更多细节 这两天也浮出水面 那么对此您又有何观察呢 在美军驻约旦军事基地上周日遭遇无人机攻击 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 三十多人受伤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就已经在第一时间放话了 要做出强硬的回击 所以这也是美军事先张扬的一次报复攻击 从发动攻击的10点到主力5倍的选择 相关信息的发布乃至军事行动的信号释放等等 无不都是美方精心设计的结果 请注意就在周五报复性轰炸的当天 美军三名死难士兵的遗体被军机运回国内 拜登总统已参与了这个接邻仪式 甚至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 哪怕行动炸死了39人 这也是延续拜登所谓外交风格的一次审慎军事行动 更有美媒就声称 这是美军2003年打响第二次海湾战争以来 距离最远也是协调难度最高的一次超远程的军事行动 那么除了B1B战轰 美军驻中东的相关战机也提供了支援协助 美国防长奥斯汀就声明称 这是美方多层面回应的开始 而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此前就公开扬言 说外界看到的第一波的反应 绝不是美方的最后反应 那么这意味着后续的行动仍然将会延续 美方后续行动将会不止于军事层面 外交以及经济制裁也将会不断的升级加码 从这一次大规模军事报复行动来看 美方要的是最大的声量与动静 不惜动用本土大杀器 从德州戴斯空军基地起飞了多架B1B战略轰炸机 那么往返奔袭可以说超过24000公里 飞行时间超过40小时 但是实际空袭作战的时间仅仅持续了30分钟 向蓄意两国交界地区相关武装的所谓控制指挥中心 火箭与导弹库存 无人机存储装置与供应链这些个目标等等 轰出了125枚精确制导炸弹 英国《每日电讯报》就称 平均两枚多炸弹炸死一人 那么这也是一种极度冷酷的战争废效比算计 美国国安会战略沟通专员科比就声称 这次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有两大目标 其一就是向伊朗方面释放明确的信号 伊朗支持的所谓抵抗轴心反美武装 针对美军驻中东基地的无人机及火箭攻击必须终止 那么这也是分析家认为 美方要动用B1B战轰来超远程奔袭 在伊朗家门口大打出手的一个原因所在 就是要强化对伊朗的威慑 其二就是要摧毁反美军事武装的所谓攻击性的武器 打击其进一步向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的能力 那么伊朗方面又将如何回应 中东战事会进一步扩散升级吗 很显然目前中东局势又到了一个临界点 美方大打出手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对抗 甚至引爆全面战争 当下很大程度是要看伊朗方面的抉择 周五晚间的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攻击 虽然声量很大动静也很大 但是美方向伊朗传递的信息也是很明确的 对此拜登总统也在反复强调 无意进一步扩大军事冲突 美方一方面强化对伊朗的军事威慑 但是另一方面也在就此划线 不会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直接军事攻击 包括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黑力 以及部分激进派议员鼓噪的所谓 美伊开战动议不会被白宫接纳 实际上拜登早已经被持续三个多月的 八亿冲突搞得焦头烂额 那么如果再陷入到美伊军事冲突的泥潭 那么他的连任选战的大计将会面临最大的风险 大概率要泡汤 那么问题来了 伊朗方面会强硬报复吗 有观察家注意到 至少在过去几天 伊朗革命卫队海外武装 圣城部队它的驻外武装人员 已经有重整的迹象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虽然指责美方军事报复行动 犯了所谓的战略错误 但是伊朗并未明确将会采取何种具体的回应行动 我想这恐怕也意味着 当下伊朗与美方直接军事对抗的 这种动机和意愿并不强烈 也不妨回顾几年前 美军定点猎杀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 苏莱曼尼时 伊朗当时尽管强言报复 但是事实上 伊朗的后续行动并没有升级 我想这恐怕预示着 虽然目前军事冲突 至少已经延烧到十个中东国家 但是军事对抗 进一步失控升级 爆发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可能性 其实并不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 今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已经飞往沙特 接下来还将会到访 以色列等国 美方对8亿冲突的 外交斡旋的结果 包括由中信局局长伯恩斯 所调停的 所谓换球停火协议 能不能落定 也将会影响 我们对中东军事冲突 会否进一步全面升级的 直接评估 2月3号 美国总统拜登 以绝对优势赢得了首场党内初选的胜利 多家美国媒体认为 他在民主党内的地位稳固 无可撼动 值得他担心的是 速递特朗普 同样在共和党内人气高涨 今年的美国大选 大概率又是老人与老人的对决 另一方面 种种迹象显示 许多美国的盟国 已经开始密集为特朗普 重返白宫做准备 当然为了避免得罪拜登 这些国家都采取了两面下注的做法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 民主党首上初选3号 在能卡罗兰纳州举行 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等多家 美国主流媒体的数据显示 现任总统拜登 以高达96.6%的支持率胜出 碾压其他两位竞争者 得知自己胜出后 拜登在社交平台上表态称 我毫不怀疑 你们会让我们走上 再次赢得总统选举 让特朗普再次成为失败者的道路 观察指出 这让这场初选更像是一场作秀 是为了突出与特朗普的对比 上月16号 特朗普赢得共和党爱奥瓦州初选 时的得票率为51% 当时民主党为了避免 与特朗普在爱奥瓦州间接正面对决 将原定在该州的首场初选 延期并改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 美媒分析指出 拜登对南卡罗来纳州更有自信 党地更加多元化 非洲与美国人占比较大 拜登也与他们保持着深厚的关系 因此该州是拜登最理想的首场初选举办地 被认为是他夺取连任胜利的战略核心 还有美国舆认为 拜登具有执政者优势 在民主党内地位十分牢固 因此党内初选基本就是走过场 而共和党方面 尽管特朗普尚未摆脱参选资格争议 牵扯到他的多起刑事诉讼案件仍在进行中 但特朗普已轻松连胜两场党内初选 其党内竞争对手 仅胜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尼西黑利 舆论普便认为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可能与2020年一样 再次省为特朗普和拜登的对决 虽然在民主党内拥有超高人气 但放在整个美国社会撕裂的局面下 拜登在全美的支持率相当低迷 不少媒体都形容他的连任之路有阴影 拜登的总统之路十分不顺 2021年1月宣誓就止 8月其领导的美军撤离阿富汗行动 堪称灾难 其支持率迅速下降 此后再也难以提振 加上过去几年 美国通胀高企以及最近的边境危机 持续恶化 其支持率跌破40% 此外 现年81岁的拜登 已经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在任总统 这也引发美国社会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的盟友已经率先开始为美国大选之后的 时代布局 其重要表现就是针对特朗普的官方表态 越来越多 越来越具体 越来越高层 欧洲洋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一号 就对法国媒体表示 从特朗普首个任期的政策来看 他若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对欧洲显然是一个威胁 欧洲媒体形容 拉加德的讲话 罕见打破央行行长不对政治表态的传统 折射出欧洲领导对美国大选前景的普遍高度担忧 事实上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 1月16号就在欧洲议会表示 如果2024年再次带来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那么欧洲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被视为如今欧洲政坦的关键人物之一 因为比利时在今年上半年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 开国外交官能够在重要的欧盟会议上制定一场 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当天报道称 德克罗的表态呼应了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2017年 在特朗普结束首次访欧行程后发表的著名演讲 他当时说 欧洲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国邻国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1月23号 也在一次活动中强调 该国已经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 做好了一切准备 彭博社披露了特鲁多所说的一切准备细节之出 特朗普的高级助手目前正在与特朗普的幕僚 保持秘密联系为挺过特朗普的另一个任期做准备 实际上这很可能并非特鲁多本人的真实意愿 他对特朗普的观感十分负面 不久前还曾表示 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 那将是一次倒退 也会让加拿大的日子变得更加困难 米联社对此分析称 在特朗普任期内 他与特鲁多的关系不稳定 甚至多次指责特鲁多 2018年 特朗普曾形容特鲁多软弱且不诚实 这在政界高层中是相当恶性的评价 足以引发严重的外交风波 实际上 加拿大人普遍对特朗普印象不佳 最新民调显示 三分之二的加拿大受访者认为 美国的民主制度承受不了特朗普再执政四年 美联社认为 这是由于加拿大75%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到美国 特别容易受到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不利影响 公开报道显示 多个美国的盟友已开始为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展开密集布局 几个欧洲代表团已经前往华盛顿 与前政府官员或跟特朗普关系亲近的人士 机构等进行接触 以便了解其外交政策计划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 日本 韩国等同样坐立不安 日本独卖新闻报道称 一旦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重新掌权 案件政府与拜登政府在日美安保合作领域达成的协议进展 很可能就会回到原点 韩国中央日报1月17号透露 韩国正式提前一年启动了与美方 就12份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的谈判 有分极称 这正是为了防止特朗普上台后 再次要求大幅提高韩国分摊美军驻扎费用 提前将生米铸成熟饭 这个事情反映出来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特朗普PTSD已经深入美国盟友的人心了 我们知道霸权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当然是权力 就是霸权似乎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还意味着义务 这个义务包括对盟友的义务 也包括对国际社会的义务 特朗普是只要A面不要B面 那么结果就是两面都没有 换句话说 美国只能在失去盟友支持 和付出超额成本之间做选择 那我想这是美国霸权衰落 在盟友这个问题上的体现 那么加急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